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月7号 11月8号分别是木星从天蝎到射手进入火象了 11月7号 8号也是天王星从金牛逆回到牡羊的时候 所以咯 11月之后火象能量是相当的强的 所以下半年的运势又分成10月前跟11月之后 我们来看看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吧 接下来来看双子星座了 双子星座2018下半年在我看来挑战还是蛮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双子身上我们分成外在世界跟内在世界 外在世界在10月之前工作上其实蛮有斩获的 很多双子工作应接不暇 然后同事运也很好 或者是你当老板 你想要招募员工 你也能够招到好员工 这都是外向上的一个变化 11月之后外向上很多双子会有很不错的合作运 也有所谓的贵人运 可是我们回到内在世界 对双子座来说外向的热闹缤纷有时候反而会带给他非常非常多的担忧 他很怕隐狼入室 他也很怕自己hold不住 他也很担心会不会有什么变数 是他不能接受不能承受的 所以双子的敏感神经敏感雷达会使他们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你的直觉好像准又好像不准 这个是下半年身心灵方面我会赞成双子去接触的原因 因为你必须调整好你的指南针 你必须要决定做了之后就得认了 这个认了的心情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以前双子座的同学都是呼风唤雨 或者是能够照着自己的tempo走 可是现在有一点风雨飘摇 或者是有一点无依无靠 这也是你们下半年的心情跟心声了 那么到了11月之后呢 这个木星也好天王星也好 都会带领你走向大众 也就是说在10月之前是你可以好好的把身心灵调整 11月之后就没有这个时间了 你就得要去送往迎来 你就得要去跟外界的一些人事物开始打开你的人际关系 那个时候你就是要用健康的自己去面对哦 接下来来看你的守护心 守护心水星呢在下半年7月和11月各有一次逆行 它分别逆行在你的人际关系公位 所以双子座的同学人际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7月呢同学会啦老朋友啦 大家相谈甚欢或者是一定会相聚哦 这个人脉赶快把它牵起来 我想这些认识你的很懂你的人都会给你一些帮助 而11月份呢这个水星会逆行在七宫 所以那个时候合作合约要小心的谈哦 因为那个时候呢你会处于一个比较弱势 或者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状态 这个希望你自己有心理准备 但相对的如果对方条件够好 他也可以带动你跟带领你 又何妨听他的呢 那么接下来是火星了 火星在下半年也有逆行 他逆行在你的八宫跟九宫 这意味着呢下半年你的很多很多的重心 或者是力量是放在跟他人协调脚步 跟他人沟通观念的这件事情上 这个都有点抽象 可是相对的合作的好 或者是我们协调的好 你很快就能够掌握到所谓的财运跟财气 但如果没有协调好 就是一种鸡同鸭讲 两个人根本是两个国籍的人哦 这种互动的过程可能都充满了一些冲突 不要害怕冲突 这个冲突会引向好的结果 至于金星下半年也有一次逆行 这个逆行将会让金星在你的五宫跟六宫停留久一点 这就是一个好消息了 这意味着你在感情方面还挺不错的哦 职场方面也有好同事 或者是好的朋友在支援你 而且工作也会渐入家境 感情上呢你会遇到条件不错的人 对方应该是俊男美女的类型 或者是他很愿意照顾你 或者是你们的相处相当的愉快 彼此都是对方的菜 所以下半年其实感情运势还是不错的 有机会发展职场练琴 然后可能会因为对方在很多小细节上 有一点洁癖 有一点挑剔 而使你们看对眼 要不要试试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